多謝參與這次UOW College Hong Kong 舉辦的 Virtual Open Day 我是李健明 我是負責Social Scienc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基本上有很多個program 我現在嘗試去介紹 我們的程序就是我會展示一個PowerPoint 介紹我們的program 除了Social Work Program 因為Social Work Program 有另外一個section 當介紹完之後 你們可以隨便去發問 OK? 基本上我們這次會講的就是 我們的課程內容 基本上我們整個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社會科學學院 基本上有一個Bachelor Degree Program 以及九個Associated Degree Program Bachelor Program 大家可以看到 是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的 另外九個副學士學位課程就是包括 應用心理學 Apply Psychology Apply Social Study 應用社會科學 Event Management 活動項目管理 Legal Study 法律學 Leisure and Tourism 行下行下及旅遊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公共行政及管理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公共關係和廣告 還有一個很broad-based的 Social Science 叫做Social Science 另外還有Social Work Social Work 社會工作 就不會在這次裏面介紹 首先我們說一下我們的學位課程 我們的Bachelor Degree 學位課程 基本上是有兩個 可以進入這個program的 有四年就是由年一讀起 也可以有一個所謂Senior Entry Senior Entry 就是譬如你取得了 副學士 或者High Diploma 這些 同學 這些畢業生 他們可以 由year 3 讀起 我們有一個Senior Entry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已經得到政府的認可 已經得到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認可 就是完全是 香港政府認可 正正因為它認可了 所以其實 因為政府有一個資助計劃 給一些讀所謂的私立大學 或者私立大專院校 的資助計劃 在今年 2021年 基本上資助的 金額每年最高是32,100元 給一些符合 入讀所謂 Bachelor Degree 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包括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 用一個所謂社會科學的知識 去處理一些所謂社會創新的問題 在整個課程的設計裡面 基本上包括四大類 第一件事當然 因為我們要熟悉這個社會 我們要認識這個社會 從而去想一些解決方法 對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法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所謂我們叫做Foundational Courses 一些基礎的課程 這些基礎的課程基本上就是 培養學生有一個所謂的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 除了這件事之後 第二件事就是跟社會創新有關 社會創新 在最近香港政府極力地去拓展、推行 其實這件事在歐美地方 也是非常蓬勃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就會有一些課程 去提 是讓學生盡量可以知道 用一些所謂創新的方法 一些比較 批判性的思考 去想一些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所以有些課程就會教一些所謂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 以及 關於有些如何處理一些所謂Social Enterprises 一些社會 企業裡面的管理問題 以及如何去營運 以及也會有一些所謂 所謂開創新的事業之類 這些基本上是一個主要 社會創新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第三個範疇就是牽涉一個所謂 研究和評估 其實政府也會 譬如在政府給了錢 去做一些所謂種子基監 讓你可以營運一個 社會創新的Project 政府會要求你如何可以做到有一個所謂 輔導責任 所以 你們一定要學一些所謂評估的方法 當你知道這個社會問題 你需要去做一些研究 如何去知道他們有什麼需要 去解決他們的問題 所以 在第三個範疇牽涉一些所謂 研究和評估的方法 最後一方面 就是一些所謂 真實習 除了講這些理論 講這些實質上的東西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如何可以在 工作中 在裡面學習到 所以我們也會有一個實習的環節 講完這個Bachelor Degree之後 接下來我們講講其他的副學士學位 其中一個就是Apple Psychology 應用心理學 應用心理學固然之二就是 如何研究一些人類的行為 與他一些微觀的角度 與他思考、感覺 如何理解個人的發展 這些全部都是相關的範疇 在應用心理學裡面 裡面是很多不同的所謂不同的領域 我們整個應用心理學 就會包括一些所謂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發展心理學 Personality Psychology 性格的心理學 Social Psychology 社會心理學 Learning and Cognition 認知 Biological Psychology 因為心理學其實跟我們的腦 這些很有關係的 所以一定要讀一些 Biology 有關的東西 就是Biological Psychology 或者大家會有興趣的就是 Abnormal Psychology 這裡譯為異常心理學 有些人說笑就叫做變態心理學 還有一件事就是 所以在心理學的應用範疇就是如何牽涉一些所謂Counseling的東西 如何去輔導 這些科目 都會在我們應用心理學這個副學士學位裡面包括的 如果你對 例如如何理解一些人 如何用所謂科學的方法 去理解一個人的發展 他有什麼性格 這些科目 都會對大家有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比較特別的科目就是我們稱為 Associate of Social Sciences in Applied Social Studies 就是應用社會科學 這個課程的設計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是分開兩個不同的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 在Year One裡面 就會讀一些比較基礎性的社會科學科目 在Year Two 它有三個不同的專業範疇 我們所謂的Concentration 就是當你有了一些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之後 在Year Two裡面 你就需要選擇一個你覺得有興趣的專業範疇 那三個專業範疇就包括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輔導和諮詢 International Study 國際研究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Urban Study 都市研究 其實這裡希望同學可以透過 學習第一年的基礎的社會科學訓練 然後發覺自己的興趣 如果你比較微觀一點 想看看一些人的 或者你有興趣幫助一些人解決一些問題 心理的問題 可能你會選擇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至於International Study 你如果譬如最近美國大選 你對特朗普 會不會選到 或者他現在的行為是怎樣呢? 這些就牽涉到所謂 International Study 國際研究的事情 或者 剛剛最近中國才公賀了拜登 為什麼俄羅斯還沒公佈呢? 這些全部都是國際研究的範疇 最後一個就是Urban Study 都市研究 都市研究就是 如何看回 究竟 我們住在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 國際大都會 究竟我們城市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們牽涉一些所謂的城市規劃是怎樣的? 這個城市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問題 如何去解決?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所謂都市研究 集中的東西 這個課程基本上就是 剛才也提過了 是有兩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就是 簡單 就是去 學習一些基礎的社會科學課程 而當你學習了之後 然後你發現到自己的興趣 就在二年級裡面 選擇你一個專業的範疇 第三個就是比較職業道向的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Event Management Event Management 就是活動項目管理 其實你如果發覺香港其中一個經濟的支柱 範疇就是 我們怎樣去有一些所謂的大型的展覽 這些東西 這課基本上就是 讓大家可以用不同的管理方法 去策劃和舉辦很多不同的節慶活動、展覽、會議等 當中主要牽涉的科目就是 第一件事 當然要知道customer behavior 所以 顧客行為 其中一樣的範疇 另外就是 會教你們如何去做一些所謂Festival 和Special Event Management Festival和Special Event Management 譬如Halloween 究竟Halloween是如何處理的呢? 或者將 遲下就會聖誕 聖誕如何去搞一些活動呢? 甚至在疫情下如何去搞一些活動呢? 這個範疇也是由這些科目去處理的 當然了 你知道如何去搞一些Festival 或者搞一些所謂Special Event 你當然少不了的就是要做Marketing 要讓別人知道你怎麼搞 所以Marketing也是在這個科目中比較重要的 至於Mice Management 什麼叫Mice呢? 就是如何搞Meeting 如何搞一些Incentive Tourism 如何搞一些Conference 以及一些Exhibition 就是說這些牽涉就是不同類型的管理項目 這些也是跟Event和Festival有關的 當然了 最後一個範疇就是如何去賺錢 如果要搞一些不是賺錢的Event 不是賺錢的Event 那要怎麼搞呢? 你要處理一個就是Finance和Fundraising 所以在Event Management這個課程 基本上全部都是比較實際一點的 接著一個就是Legal Study Legal Study基本上就是一個課程 專門針對一些法律的常識 當然你不可以讀完之後做律師 但是基本上它最重要的範疇就是 如何使得學生掌握一些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識 讀了這些之後 之後基本上就可以鋪路給大家繼續進修 或者繼續讀一些法律相關的課程 基本上它分開兩個階段 一年級的時候就會讀一些社會科學的基本課程 以及一些最基本的法律常識 但是到了Year Two 基本上你就會讀一些比較專業一點 專業範疇一點的法律的課程 譬如憲法和行政法 犯罪和刑事的法律 法律的程序 而在過程中 也會教大家如何去做一些所謂的法律的研究 以及如何去寫一些東西 因為如果你看到一些法律 你會發現 為什麼那些英文和寫法這麼特別呢? 是有特別的東西去處理的 在二年級 你就將會學到這些東西了 接著就是一個所謂 遊行及旅遊管理 Na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這個也是比較職業導向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你看到有兩方面 就是說除了Year One 讀一些比較基本 的課程之外 其實它有兩個不同的領域 一個就是Leisure Study 另一個就是Tourism 就是康樂和旅遊是分開的 如果同學喜歡康樂那邊 你就可以選一些和康樂相關的東西 譬如 因為這是比較職業導向的 所以無論你選擇康樂管理 或者旅遊管理 你都需要做實習的 除了實習之外 如果在康樂方面 你就會學習一些如何去設計 或者管理一些所謂的康樂設施 而當中也會牽涉一些所謂 健康和體能的東西 就是Health and Fitness 的課程 這些全部與康樂有關的 至於旅遊 當然我們要教授一些 譬如如何去酒店管理 以及旅遊相關的課程 這個也是好像Event Management 一樣 基本上都是比較職業導向的 另一個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行政的工作 譬如公務員這些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就非常符合大家了 這個公共行政及管理的科目 就是讓大家知道現在管治的議題 以及如何去制定公共政策 組織 以及如何去做管理 當中牽涉的課程範圍 就是包括 公共行政和社會 例如我們看看現在公共行政 因為我們現在接受很多社會服務 其實與行政有關的 究竟這與社會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公共行政與社會的範疇 我們也會看看 究竟所謂公共政策 究竟如何制定 在制定過程中 根據什麼價值呢? Values and Public Policy 就會處理這些問題 而且當然 你也要實質上知道究竟如何運作和管理 所以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也是一個很主要的範疇 而在過程當中 除了管理一個所謂Public sector外 你也需要知道究竟如何去 公共政策 如何制定和管理 或者去實行 這就是making and managing public policy 要處理的 當然 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也會讓大家理解到整個如何處理一些所謂的公營組織 公營組織除了政府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公營組織 所謂Public organization 他們的管理 其實是有別於一些私人的組織 這些所謂公營組織 基本上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最後呢 這科比較特別 除了一些學術之外 還是需要實習的 因為要大家真的落到現實的情況去看看 別人如何管理 所以 在暑假裡面 PAM 所謂Public admin and management 他們是有實習的課程的 實習的課程 他們可能去一些公營機構 或者甚至去政黨 去做實習的 另外一個比較職業道向的就是公共關係和廣告 那麼 這個課目當然了 顧名思義就是怎麼說公共關係 所謂Public relations 也牽涉到一個advertising 所謂廣告的範疇 其實就是牽涉到如何促進品牌 以及如何做宣傳 以及如何對外的關係 所謂公共關係 尤其是對傳媒 或者公眾 如何接觸他們 如何搞好這個關係 這就是所謂公共關係需要處理的 當然 在過程裡面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公關危機管理 最近大家都知道很多不同的事件會出現 究竟無論公司好、政府好 他如何去解決這些所謂公關危機呢?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之類的 究竟擠牙膏式的公關危機處理 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呢? 這些課程就會講解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approaches 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公關和advertising 所謂廣告其實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也會有一些workshop 使大家如何處理這些事情 當然了 如果當我們牽涉到一個advertising 廣告 傳銷的話 我們如何去寫東西 寫一些所謂廣告的script 如何去做一個品牌的管理 如何去做所謂copywriting 這些全部都會在課程裡面包含的 而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也知道現在 所謂的social media 如此紅的話 我們如何去處理一些所謂digital campaign management 我們如何透過社會媒體 如何去做一些傳銷 這些東西 這也是這個課程會著重的東西 最後就是一個比較寬的科目 就是就這樣叫做social science 大家要記住了 雖然我們每一個副學士都叫做social science 但是其實它有不同的專業 譬如剛才說 public relations and management 你會看到它是括著的 大家也叫做社會科學副學士 但是括著 公共關係及廣告 但是這個 社會科學副學士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是沒有括著的 意思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比較bought based 比較闊的社會科學副學士 其實就是 為了什麼同學呢? 譬如你喜歡社會科學 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喜歡讀哪個範疇 心理學、社會學 公共行政 還是旅遊及本理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 基本上 這個課程就給大家 在這兩年裡面做一個探索 所以 這個課程裡面 是盡量將其他不同類型的社會科學 都會放在一起 最主要在第一年 它就會有一些很基礎的課程 跟其他的副學士一樣 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犯罪學 以及一些所謂世界事務 World affairs 就像剛才APSS Pi Social Study裡面的 International Study 不過這是初步介紹 簡介的形式 到了 第二年第二年 就比較專業的 你可以選擇一些 但是其實它也是比較bought based 比如一些公正與社會 justice and society 這個公正就是譬如法律上 如何做到公正 或者我們叫做criminal justice 也會做一些所謂都市的研究 也會處理文化和身份的認同 當然我們不可以少得理解香港和中國 所以在所謂 Associate of Social Science 這個社會科學副學士學位裡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些比較general的 比較general的課程 跟其他的是有些不同的 其他是比較專業的 所以當大家去選擇你不同類型的副學士的時候 很重要的就是 究竟你自己有沒有心儀的社會科學的 subject 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那些 如果沒有的話 這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了 介紹了不同的科目之後 如果有人有問題 可以直接開麥克風去問我 我們的學院都會搞很多不同類型的student activities 的學生活動 你看到我們有些study tour 有韓國的study tour 這是馬來西亞的study tour 我們也會搞很多不同的講座 讓同學可以有所謂課外的學習 譬如我們在社會創新裡面 請了Dr. Terence Yun 她是香港的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Impact Analyst 的 Founder和Executive Director 來給個talk 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只要你會走進我們的社會科學 學部的網頁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科學部的網頁 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student activity 介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個你們可以看看 這就是我們在 1月 我們有一個study tour 去台灣看大選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不方便再播個視頻了 大家可以走上我們的網頁去看看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的簡介 當然這裡牽涉另一件事就是 我就是很簡單 很概括地介紹了一個 degree program 以及其他8個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其他人可以問問呢? 如果你想要PowerPoint的話 你可以E-mail給我 我的E-mail就是 我可以傳給大家的 E-mail你只要走進我們的網頁 Soul Science的網頁 你會看到staff 我叫做李健明 你可以直接送E-mail給我 我可以送PowerPoint給你 行不行?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E-mail給我的 在整個presentation裡面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呢? 你直接開麥克風問我也可以 這是Q&A的時間 譬如有什麼想知道之類呢? 有什麼問題想問我? 有沒有問題想問我? 例如不同的課程 你也可以問我究竟讀什麼 或者有什麼問題想問 在那8課裡面 基本上是不同的associate degree 第一件事你要想 自己究竟有什麼你喜歡的 譬如你想知道別人的心理 知道別人的心理 以及解釋別人的心理是不同的 譬如應用心理學 是解釋別人的心理狀態之類 就未必是 你學了一集的東西 未必能猜到別人是怎樣的 但是你想理解別人的想法 這就是應用心理學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有兩大的範疇 一個範疇是比較學術的 預備大家升上大學的 另外一些比較 vocational 但是也可以幫助大家升上大學的 但是未必 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未必有這些科 譬如剛才說 event management 這些未必有一定設合的科目 所以 第一件事要問問大家 你自己 究竟你想學術一些? 還是所謂vocational一些? 就是比較工作 導向多一些? 基本上譬如應用心理學 這些比較學術一些 APSS Apply Social Studies 也是比較學術一些 Event management 就比較職業道向 就是說你讀完之後 其實就是專門去搞活動 搞節慶 這些東西 那麼 據我所知 讀 degree 可能相關的就是 譬如去讀管理的課程 或者讀一些 communication 的課程 但是沒有特別的 degree 是 event management 所以這是比較職業道向一些的 那麼 legal study 也是比較學術一些的 那麼 另外就是譬如 Lasian tourism 在這科是比較不同的 這科雖然是職業道向 但是譬如poly 他也會有旅遊這些讀的 這些也會有直接掛勾的 但是嚴格來說 這些比較職業道向一些 如果 public amine and management 這些也是比較學術一些的 而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這些就是職業道向一些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 在這麼多個科目裡面 分開兩部分 一部分是比較職業道向 一部分比較學術 那麼第一件事 你要問問自己 究竟你喜歡哪一類比較多 OK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我? 譬如你選了其中一個範疇 然後你再要問一下 就是究竟 你在這些過程裡面 譬如你職業道向的 有沒有哪一種的職業你特別喜歡的呢? 譬如你特別喜歡旅遊的 你就搞康樂及旅遊 如果你喜歡公關或者廣告的 你就選擇所謂的PRA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譬如你是學術有關的 學術的 學術一些的 譬如你想 你喜歡一些 譬如你最近很喜歡川普 看這些新聞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是 Applied Social Study裡面的 International Study 可能就是你有興趣 或者 Associated Social Sciences 很籠統的社會科學裡面 也會有一些課程是關於這些過程的 譬如你特別有興趣就是 公共政策的 譬如香港的公共政策的 或者是特別有興趣究竟一些公務員 如何工作的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就比較適合你了 所以當你選擇了其中一個範疇 無論學術一些 還是說職業道向一些 然後你繼續問 譬如職業道向 究竟我喜歡什麼工作呢? 如果學術一些 你究竟有什麼事務 特別有興趣呢? 這就是你幫助大家去選擇不同類型的 所謂Associated Degree 最低要求就是 DSE成績 有至少五條二 而當中包括中英文 這就是最低要求 當然 你有高一點的要求 當然可以 譬如你 有三、三、二、二的 你當然可以補 最低要求就是五條二 DSE成績 裡面要包括中英文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想問? 我們報的課程其實有三個選擇給大家 就是你第一個是喜歡什麼 第二個是喜歡什麼 第三個是喜歡什麼 我們的修生基本上都很確實的 譬如第一個不修理 可能第二個就會修理 所以當你排的次序的時候 第一個是你最想讀的 然後再排下去 當收了你之後 還有一點就是 在未開學之前 突然間你發覺 我第一個選擇 不太喜歡 那你就選擇第二個 你可以跟我們的部門說 然後 可不可以轉過第二個 譬如假設第一個選擇 第一次你選擇了Apple Psychology 應用心理學 你最初以為自己很喜歡心理學 後來你發現 我很喜歡社會事務 很喜歡看特朗普怎麼去打官司 然後發現 可能我會喜歡一些所謂 international study 的東西 你可能就會跟我們的部門說 跟我們的學院說 我想轉去派Social Study 或者轉去Social Sciences 其實也可以的 所以 在過程中 當然你選擇的時候 如果疫情不允許 通常我們會有interview 當然如果疫情繼續的話 沒有interview 如果有interview 通常就是你的第一選擇 是會interview你的第一選擇的 是沒有不是的 面試以前是有的 但是有疫情就變成沒有的 所以現在我也無法回答你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疫情會如何 會不會到達到夏年 夏年的暑假 那麼 基本上我們通常都會有面試的 其實面試也是想見大家看看情況而已 我們的所有課程全部都是用英文的 所有課程都是用英文去教授的 還有沒有問題? 當然了 譬如在下課之後 你發覺不太明白 你可以 問回老師 沒錯,你可以用e-app 用e-application是可以的 另外我們在放榜的日子 我們也會有walk-in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e-app 通常我們如果有interview的話 就會先進去 然後放榜的日子 接著就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如果e-application的話 conditional offer就是你要滿足五條意 一旦有五條意就收了 如果經於e-app的話 如果你不是經過e-app的話 你是walk-in 即是在放榜的 walk-in也可以的 當然了 看看我們還是沒有位置靜 如果是在放榜之前就interview 一面試就覺得好 你是OK的 我們就會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Conditional Offer就是 你要有五條議 譬如你放了榜 有五條議 其實已經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來我們那裡做註冊 當然了 如果沒有五條議 就對不起了 因為這是政府規定的 一定要五條議才能符合我們的入學資格 現在的e-application也不知道 如果你報了e-app 因為我們還沒決定到究竟有沒有interview 因為不知道疫情是怎樣的 所以對不起,不能回答 但是如果e-application沒有的話 我們的做法可能也會 若膜看回你 你會發出資料來的 我們看回資料覺得OK 也可能會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如果是Walk-in Walk-in就立刻進來 如果覺得過了 如果有interview的話 OK就立刻收了 這個不要緊的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有準則去的 這個你放心的 其實更重要的就是 通常的Conditional Offer 因為經過interview 因為以前有interview 我今年不知道 因為經過interview之後 其實就是看你的interview的表現 就是面試的表現 決定是否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通常不是 譬如你應對到的 英文能力回應上的 其實就會給一個Conditional Offer 這個不要緊的 如果有interview的話 你的interview的表現 我們會計算的 所以就算你 Fort 4、Fort 5成績一般 但是你interview表現好 就是說 我們也會收的 因為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中學和大村是很不同的事情 通常我們有些舊生 或者現在讀 我們現在副學士的同學 可能中文一般 但是一到大學 或者一些大村的課程 完全不同 就是不需要配仲 他們需要運用腦子比較多批判性的思考 所以可以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也會考慮不同的情況 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的Bachelor Degree 跟其他大專院校一樣 要33222 就是英文 中文要3 其他2 其實這個全部都是一致的 跟外面的要求一樣 就是要33222 如果是Degree的話 副學士就5條2 這個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有副學士都要至少5條2 學位 學位 課程就要3322 這個沒有這個 總之你有3322 3322就行了 就是多少分呢? 就是 這個 總共的分數未必那麼重要 總之是符合了最低要求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有些問題 例如就是 例如有3333 但是不夠五科的話 這些是有些問題的 這些可以怎樣呢? 是到時看看會不會有些著情權 我們可能會有些著情權 也有機會收的 就是每一間院校 包括我們或者其他院校 他們每一間院校都 有些學位是有著情權 可以考慮的 就是未符合過最低要求 都可以收的 譬如好像很多不同的大學 譬如是sport talent 一些體育健將 其實是未必需要的 是沒有的 沒有家權分數的 沒有這件事 但是 剛才說 如果副學士 那些2 一定要包括中英文 如果是學位課程 那3一定要包括中英文 如果是學位課程 如果是學位課程 DSE只有2的話 那你一定要考IELTS IELTS 通常就是6.5 就是等同DSE英文3 所以呢 如果在讀AD的時候 第一件事當然要CGPA 通常CGPA 看看你報什麼院校 就好 抱歉 譬如當HKU 那些通常要3.7、3.8 Chinese U 看看什麼課程 有些要3.3 有些要3.5 有些要3.7 這個是到時候才會選擇的 譬如City University 通常3.5已經很穩固 例如AD U 或者拿 U 可能是過3就可以了 那就是 看看你想進入什麼大學 什麼 degree 所以呢 GPA 但無論如何都要過3 那才有機會可以讀上UGC degree 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 要CGPA 過3 如果是UGC degree program 以及要加上英文 無論你的CGPA多高 如果你的英文不行的話 其實也很難進入UGC的學位課程 另外一件事就是 譬如我不夠3 那怎麼辦呢? 或者英文不好怎麼辦呢?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學位 譬如我們這裡也有所謂Bachelor degree 不止我們的 其他有些私入大學 他們也有一些 就是non-UGC funded的 不是政府資助的學位課程 你們也可以報的 而這些學位課程 如果是經過政府認可的 譬如我們政府認可 你也可以獲得政府的資助 那30萬元的資助 那麼 除了這些東西 施立大學 或者施立大專院校提供的學位課程 還有就是一些 與海外大學合辦的 我們所謂的self-financing top-up degree 這些與海外大學辦的學位課程 其實也有很多 這些也是不需要CGP3的 那些是三樓下的那些都可以了 所以呢 其實很簡單而已 讀Degree就是什麼? 只要你的GP有這麼多 譬如2點幾 其實2點幾 其實2點幾很低的 2點幾 然後呢 只要你有錢 你給得起錢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上課程不是這麼難的 還有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你讀Degree這件事 是不需要這麼害怕的 因為 其實看什麼Degree呢?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將來做事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需要管理你 讀什麼 或者哪家大學畢業 你想想如果在私人機構 老闆最重要的是你幫他做到事 幫他賺到錢而已 所以你在哪家大學畢業 讀什麼科是不重要的 但是在讀什麼科 其實就會影響大家的思考 以及將來做事的時候的所謂態度 想法方法等等 所以 社會科學就會提供這些所謂思考 或者是這些 以及我們很多 在導修裡面需要做Presentation 就是訓練大家的口才 面對很多人的時候怎麼說話 這些就是我們的社會科學 不同的program 我們剛才說過的 有些比較職業道向 有些比較學術的 全部這些課程都會去訓練大家 所謂Presentation skill 以及如何去做teamwork 這些事情 以後在工作方面是非常有效的 這個你就要想 如果你覺得psychology 你真的一心想讀psychology 當然 你升上去 那就專門是psychology 但是psychology 當然比較窄 因為你全部都有讀psychology 但是呢 讀psychology 有些同學 我們有些畢業生 譬如他都會選擇 進去讀其他科 因為在讀完AD之後 只要你報的學位課程 那些學位課程修理 不管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可能會只看你的師之碑和英文而已 所以 都會比較好 如果沒有讀生物的話 psychology 可能會更麻煩 因為其實心理學很多時候都會讀人 例如腦 腦裡面的東西如何影響我們的感情之類 或者性格發展等等 其實 不過 你應該可以 沒有讀生物 沒有讀psychology 也可以學的 但是學位課程的辛苦 也會比較勤力 這個就是你的選擇 總之就是 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學術課程 裡面有些很專業的 有些很寬的 你想想你自己適合什麼 讀associate degree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讀degrees未必要讀那些東西 因為只要他讀讀修理 你就可以轉回 所有社會科學的課程都要讀統計 因為這個是 但是基本上的統計就是跟科學 就是science 那些東西不同 會比較簡單 我們是著重你如何對數字去作出理解和分析 不是著重如何計算出來的 當然要學統計的 但是可能就是一科兩科會處理 psychology 會比較多 因為psychology 比較多一些 比如實驗等 要讀的 所以統計是會比較多的 剛才也說過 如果是統計學 數學差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不用你計算的 因為我們會有電腦程式幫你計算 會教你怎麼用電腦程式 最重要的是 他出了一些數字出來 你要懂得去解釋去理解 這是我們整個課程設計去強調的 就是你不需要計算的 所以你 math chart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是 有個數字出來了 你知道這個數字為何解釋 還好? 是無可避免的 是科科也要讀的 那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social research 科 這科是 所有 我們的學位 或者副學士課程 都要讀的 這科是逃不掉的 但是讀了是有用的 譬如現在很多研究報告出來 那究竟可不可以信呢? 那些 還有沒有問題? 還有什麼想我解答? 有什麼想知道? 每個課程不同 譬如 API psychology會多收一些人 因為通常很多人會報的 譬如是蘇生日食 也會多收一些人 其他的program 至少都會收二十幾三十人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報是不是一個問題的 譬如你不需要考慮 就是 會不會這科很多人搶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我們有足夠的學位 甚至就是 譬如有些 譬如我們試過就是 譬如很久以前 有一些學位 爆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會推薦 譬如 以前很多同學 或者現在也是 很多同學想讀social work 但是social work的學位很快會爆 他們就會推薦 報了social work 但是又不收的 不如你轉去其他的副學士 可以這樣的 所以為什麼要有second choice 有second choice 不是third choice 當第一個 choice不收 的話 很自動就會撥下去 second choice 或者third choice 所以 你不用擔心 那班會不會爆了 不收 你 所以記住 如果你報的時候 最好填滿三個 choices 除非你只是非第一個 choice 第一 choice 不讀 不然就填滿三個 choices 不用擔心這件事 因為social work是特別不同的 social work是一定要見面試的 因為social work的課程 除了學術方面 他要看看那個人的性格 是否適合做social worker 所以他們是有一個特別的 section 跟我們這些不同的 social work是不同的 和social work的課程的學費 全部都不同的 他們貴很多 好像貴我們一倍的 因為社工的課程 因為他有一個社工註冊局去規定 他要怎樣的 就是他們要做實習 他們的實習時數很高 以及他們要 就是師生比例是嫌得很厲害的 所以 social work的課程 是跟我們現在 其他八個學士的課程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他們另外有一個 section 去處理的 還有沒有問題? 不同的課程 有些要實習 有些不用實習 比如剛才說的職業道向 大部分要實習 學術性的 大部分不需要實習 但是實習 除了public admin public admin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他們要實習 大部分的學術科目 都是不需要實習的 但是 是否沒有實習就不好? 其實其實是未必的 因為你讀到教育 教育程 可能要你實習 另外就是如果沒有實習 的話 那段時間你可以想想 可以參加很多不同的學生活動 比如我們有很多study tours 比如說 我講過 是一月的時候 他們去看台灣大選 之前 去年他們去 如果我沒有記錯 去南韓 去南韓 有些是backpacker 就是拿著背囊周圍去做這些體驗 也可以去看南韓的所謂社會創新的事業 我們會有很多不同的學生活動 在暑假裏面做的 所以如果沒有實習的話 你就可以拿時間去參與我們的學生活動 當然有實習的話就要去滿足實習的要求 你可以走回我們的網頁 我們所謂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的網頁 你會看到我們有program的 裡面包括了我剛才介紹的不同program 你進去 它不同program也會有簡單的介紹 譬如哪些有實習,哪些沒有 你們可以看 或者甚至你可以聯絡他們不同program leader 你的email問一下他們 究竟情況是怎樣的 譬如我是兩個program的leader 我是Datural of Social Science Social Innovation的program leader 以及Social Science的program leader 譬如你進去 你會看到我的email 你就可以問我 譬如你想讀psychology 如果要讀psychology 如果要讀psychology 那你就會進入psychology 不派psychology Hildy就是program leader 你就可以email問他 OK? 還有沒有問題? 不如我們可以走進去 剛才也提過了 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social student activities 我們都會有給大家看的 你走進去e-app那裡 好像… 我都不記得了 e-app幾時開始報名 如果你的e-application 它開始報你就可以報的了 12月 對,到時你就用e-application去報 如果用e-application去報 剛才也說過了 如果疫情容許底下 它就會很快會叫你interview的了 如果沒有interview 就是說我們決定在疫情底下 決定cancel了interview 但是這個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意思就是 不會影響你能否取得到 conditional offer 因為可能會有其他方法去評估 剛才提過 除了e-application之外 放了榜之後 你可以直接走進來 walk in 是要報名的 有兩種途徑 一種途徑呢 就是e-application 你就可以在網上做到的了 另外一個途徑就是 你還沒想到 或者你不知道報什麼 甚至考完DSE 你還沒知道報什麼 到放榜的時候 你直接走進來 報名 那時候 我忘記了 將會什麼時候放榜 譬如7月左右 7月中 7月中放榜 就是下年7月中 如果你沒有報e-application 你就可以下年7月中走進來 到時候我們有的新校社 應該在九龍城 九龍城的新校社裡面 你就可以報到的了 或者走到九龍灣 7月中 7月中 就是說有兩種途徑 一是e-application 一是7月中 直接走進來報名 e-application 就是它收你就會了 如果walk in 就是馬上知道的 因為你可能要interview interview了 可能會馬上知道的了 就是要等 譬如等十幾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 就會有結果 walk in 還有沒有問題? 對嗎? 到時候 當然如果你 你走到e-application 它會告訴你需要什麼文件之類 如果walk in 當然要DSE的成績 身份證等等 我都不清楚 你要看回e-application 如果walk in 最重要是DSE的成績 當然,例如有其他推薦信之內 當然可以放在一起 最基本都是一些成績的東西 例如交錢就是他會提醒你的 如果登入就應該是一兩天內要交錢 如果e-application 他收你之後,你也是放榜之後交錢的 就是放榜之後一兩天就要交錢 他收你的時候,你未必需要交錢 你是要放榜,決定了讀 然後交錢 還有沒有問題? 理論上可以 如果e-app不收,當然要登入 但登入也可以 可以的 當然,你選擇的科目可能要想過 為什麼第一次e-app不收 但永遠記住 一定要符合最低要求才會收 即是五條e-app不收 如果AD的話 如果Degree的話,就要3322 要的,要再申請 當你新的東西 以及你的選擇應該要不同 你選擇應該要不同 如果不收,可能會去Humanities 之類 OK 還有沒有呢? 好 好了 到4點半了 多謝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很歡迎你E-mail我 或者走到我們的網頁 我們有一個enquiry 就是contact us 那裡 你可以看到 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有fax 有E-mail 直接 有地址 這些可以聯絡到 我們的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聯絡我們 多謝大家參與 好了 拜拜